大家好,我杨风。 今天6月12号。 今天是我们一周大对策的时间。 一周时事,一周总评论,一周大对策。 今天有很多的推理,也提出了对策,请大家参考。 前两天的视频,我们谈到了,美国在G7会议中,让七国集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,将全球企业最低税率,设定为15%。 我们特别说,这个影响会非常深远,这会是中美两大国下一轮的交锋,而且,情况还可能会变得很复杂。 详细的情形,请参考我们6月11号那一起的节目。 今天,我们要谈的内容,是要把焦点放在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对策,来应对。 而美国又会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方法,让全球最低税率,按照美国的意志,来执行。 首先,我们要弄明白,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 第一,美国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财政支出,筹作裁员。 第一,美国想要加税,来解决财政问题,因为美国的财政窟窿越来越大了。 同时,美国又要和中国竞争。 第二,美国想要迫使一些海外的制造业,回流美国本土。 既然,这些海外的企业,都要付15%的最低税率。 那么,还不如回归美国本土。 这是要降低那些厂商,滞留在海外的诱因。 这两个是主要的原因。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,可以降低中国吸引厂商,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。 中国就不太能够,靠着提供跨国企业,税负上的优惠,来吸引投资。 不过,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,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,可能不是中国,而是越南和印度,这些第三世界国家。 中国和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比起来,虽然说,中国的土地和劳工成本,并不具备优势。 但是,中国是全球工业总产值,最大的国家。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,具备有群聚效应,以及产业链齐全。 并且,还有另外一个优势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,比美国还要大。 所以,如果真的设定了15%的全球最低税率。 在这方面,中国反而是获益的一方。 因为中国不需要和印度,以及越南,去拼税率上的优惠。 而是比产业链,比生产规模,以及市场的规模,比较这三项。 有网友留言说,中国的制造业,不是都靠低税率,来吸引外资的。 刚刚的说法,也算是回复您了。 所以,大家要记得这一点。 设定全球最低税率,中国不见得都是吃亏的。 另外,中国还有一招,中国有一个退税制度。 厂商把货物出口,可以得到出口退税。 另外,中国或者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,也会有其他办法的。 办法多的是,那么,问题就来了。 就算是大家都按照美国的意志,按照G7的要求,设定了15%的最低税率。 一些国家,还是会想出一些办法来。 就算是在美国,也会出现避税的问题。 尤其是美国的大公司,他们都聘请了很好的律师。 知道怎么避税。当然,他们不说是避税,而是说结税。 用结税这个字眼。 所以,就算是设定了15%的最低税率。 要怎么积查,这是一个大问题。 将来,有的吵了。 说到这里,又有一个问题。 我们说到积查,通常就是积核,审核,也就是查税。 但是,谁来查税? 我们说,一些厂商,不管是在亚洲的厂商,还是在中美洲,南美洲的厂商,他们都有办法的。 要怎么去确认,去查税呢? 还不止是查税,查税是一个问题。 但是,谁来查税? 凭什么查税? 这就是一个问题。 打一个比方,依照这个最低税率。 在越南的厂商,跟越南政府申报。 但是,美国说,必须要把报税的资料也给我。 因为我要查核,看对不对。 可是,美国凭什么呀? 所以,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经济霸权。 好,美国说,你如果不给我,我有办法来整治你。 美国可以提高关税,或者是硬性向这家厂商征税。 你们说,美国不可以这样做。 但是,美国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呀。 2009年,欧巴马上任之后,美国政府也是缺钱。 那是在金融危机之后。 就跟今天的情形是一样的。 于是,欧巴马就搞了一个FECA条款。 全球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银行,对于美国的公民,或者是企业的账户。 如果敢不跟我美国申报的话。 美国就像这家银行,在美国的盈利,征收30%的税。 看你敢不敢,不跟美国申报。 所以呢,这又有得吵了。 如果演变成这样的情况,那就是一种形式的西方经济霸权主义。 由G7国家领头的,经济霸权,以及经济殖民帝国主义。 上一期节目,我们说,耶伦厉害。 他为了让G7中的其他国家,尤其是三个欧盟国家,德国,法国,还有意大利。 支持美国的提案。 美国还同意了一个变相的数字税。 也就是,允许欧洲国家,对那些高利润的跨国企业,征收20%的税。 哇! 这个很补啊! 美国同意欧洲国家,可以收到这20%的税,来换取他们的支持。 通常,那些高利润的跨国企业,指的是那些网络科技大公司。 比如说,谷歌,脸书,亚马逊等。 因为只有这种性质的公司,而且几乎是已经垄断了现有的市场。 才会有比较高的利润率。 这样子,欧洲国家就满意了,他们就会支持。 所以,这就是耶伦厉害的地方。 但是,由于法国,德国和意大利同意,这就代表了欧洲国家同意了。 这下子,中国的压力就大了。 换一个角度来想。 我们刚刚说,中国受到的影响,没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得大。 而且,中国的经济体量也越来越大,国民所得会越来越高。 在未来的某一天,中国也会像现在的欧美国家一样。 那么,为什么现在不同意呢? 但是,如果中国同意了。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说,中国现在经济发达了,也变成了经济殖民帝国。 跟美国和欧洲一样,来弃压我们。 这样,就有为初衷了。 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,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。 说话。 这不就跟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一样吗?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,工业变强了。 国家也强大了。 日本也变成了殖民帝国。 跟西方列强一样,开始欺压中国。 欺压其他的亚洲国家。 日本现在不就是在G7里头的成员国吗? 所以呢,有关北京的对策。 首先,北京不能够对G7,这个规定置之不离。 不能够弃权。 为什么? 首先,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,并且中国还是一个准,超级大国。 中国对世界具有庞大的影响力,不可以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缺席。 第二个理由。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由于是美国闯出来的祸,再加上中国崛起了。 这就使得G7集团力量视为。 代之而起的是,20国集团,G20力量的兴起。 现在是G20和G7分庭抗力的局面。 如果中国放弃了。 那么,美国所领导的G7,会把全球的领导权,从G20手中抢夺过来。 如果G7夺回了领导权,就等于是美国又重新拿回了世界的领导权。 那么,所谓的中美大国博弈。 美国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上风。 也会让其他的国家觉得说,美国将会是在胜利的一方。 这对于中美竞争来说,不利于中国。 因为全球许多国家会看势头,会看风向的。 有关这一点,我看这几天的网络,很少有人提到。 那么,可不可以不理会? 或者是保持中立呢? 也不行。 为什么? 因为接下来,G7国家会把最低税率,这个决定,带到G20会议中。 今年的G20会议,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。 日期是在10月30、31号这两天,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。 所以,中国无法逃避,一定要面对的。 更何况,可能会有一些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出头,为他们说话。 至少在表面上,在形式上,中国不能够放弃,不能够中立。 身为一个大国,人家就是期待你,能够出头帮忙决定的。 所以,中国无法躲避。 更何况,在中美斗争的格局下,更不能够躲避。 我们再看一下,为什么美国这么有恃无恐呢? 言伦都说了,我们不需要那些国家通过,美国根本就不在乎的。 我们打一个比方,如果有一家厂商,在中国,缴交了5%的税。 美国就说,低于15%,所以这家厂商,得要向我上交10%的税。 诶,你说,这不是霸道吗? 可是,对美国来说,霸道又怎么样呢? 反正,我们机器都已经同意了。 你不同意,没有关系的。 我照样收纳10%的税。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,有一个争议。 这家厂商,是不是必须要是美国人所开设的厂商? 还是说,不管是哪一国所开设的厂商? 反正,没有达到15%的税率,我就征收那不足的部分。 就以这个例子来说,对于中国政府而言,最好就是向这一家厂商收取15%的税。 收足了。 免得麻烦。 那样子就变成了双重课税。 反倒便宜了美国。 所以,美国才信心十足地说,我们不需要那些国家通过。 你如果不收,我来帮你收。 看你会不会照办。 所以,这两个星期来,我才说,耶文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 所以,这又是另外一个理由。 中国不能够放弃,不能够中立,或者是不予理会。 何况,怕什么呢? 美国敢出招,难道中国就不敢接招吗? 如果是高手,那就接招无防。 无防这两个字。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? 这是台湾霹雳布袋戏,那些爵士高手,常用的语言。 那么,怎么办呢? 既然我们厘清了,中国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。 受影响比较大的,是那些开发中国家。 印度和越南都受到影响。 所以,不能说中国一定没有收获。 但是,中国还是要为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声。 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,就是纪若福清。 西方的圣经,也是说,要照顾穷人。 那么,第三世界国家,也是属于比较贫穷一点的国家。 对吧? 纪若福清,是符合东西方价值观的。 所以,帮助第三世界国家。 这是道德的制高点。 美国制穷国于不顾。 欧洲国家制穷国于不顾。 中国就把这一面的道德大旗,给扛起来。 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出声音。 中国要在这时候,做世界的领袖。 同时,也争取世界的话语权。 不要忘记了,设定全球最低税率。 中国不一定吃亏。 中国可能不能够再利用第一税率,来提供诱因,吸引外资。 但是,中国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。 刚刚说的,产业群聚效应,加上企业规模,加上内需市场庞大的规模。 光是这三项,就领先许多国家。 美国也同样的提供税负上的优惠,给富士康,台积电,不是吗? 按照耶伦的构想,欧洲国家可以拿到20%的税。 这是针对那些高利润的企业,特别是美国那些网络科技大公司。 简单说,从这里可以看到,只要一个国家有市场,就可以收到税。 对吧? 那么,中国可是全球最大的内需商品消费市场。 谁能够比得上呢? 这一点,是到目前为止,网络上很少人提到的概念。 简单说,中国有市场,就会有税收,中国不吃亏的。 但是,中国不会占人家的便宜。 中国还愿意跟人家分享市场。 所以,中国有很好的立场。 北京不是因为怕吃亏,所以才提出不同的意见。 北京提出不一样的意见,是因为要既若福清。 是为了王道精神,而不是从自己自私自利的观点来触发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中国完全具备了道德制高点。 可以争取世界话语权。 美国彭博社也这样报道。 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最大的绊脚石。 首先,彭博社这样的说法,就已经是预设立场了。 彭博社的说法,变成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,是应该的,是正当的。 所以,北京要率先指明出来。 税收,税率,是一个国家的主权,不应该由少数的国家来制定。 并且还强迫其他国家必须接受。 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点,全球最低企业税率,必须要由全球国家共同来决定。 必须要获得大多数国家的通过才行。 否则的话,那就是欺压。 是富国欺压穷国,强国欺压弱国。 七国集团,没有权利,为全球国家来决定。 必须要尊重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。 这也是尊重他们的主权。 第三点,中国并不反对这个提案。 也并不反对G7的决定。 但是,在尊重各国主权,以及必须要由全球国家一起来决定的前提之下。 要经过正当程序的讨论和表决。 这个提案,拿到联合国的框架之下,或者是WTO之下,讨论表决。 这样的话,中国也不会得罪欧洲国家。 被认为说,中国故意跟欧洲国家过不去。 中国刻意地挡人家的财路。 北京不会刻意跟谁过不去。 也不会挡人财路的。 只要经过正当的程序。 充分地讨论,由大多数国家决定就可以。 这三点是我们的主张。 另外,在这三点之下,还可以彰显一些北京的意志。 比如说,这一次G7国家,没有事先征询中国的意见。 征询G20的意见,就擅自做主张。 这是不可以的。 像这种全球性的事物,必须要先跟北京商量。 北京必须要立下这个规矩。 否则的话,北京就是任由他人,予取予求。 否则的话,北京以后就只有任美国宰割的份。 这是第一点。 拜登在几天之前说,中国不应该参与全球贸易和技术规则的制定。 美国还真的,只有跟G7国家商量而已。 完全不理会中国。 美国财政部长也有人还说,不需要其他国家通过。 那么,北京就趁着这一次的机会,彰显中国的意志。 告诉美国人,全球事务必须要有中国的参与。 包括了贸易规则,也包括了技术规则的制定。 这是第二点。 北京要给其他国家立规矩。 同时也要给美国立个规矩。 给美国立的规矩就是,告诉美国,必须要有中国的参与。 必须要有14亿人口国家的参与。 北京要让美国知道,不是说,你要跟我合作的时候,才来跟我谈。 你想跟我合作的时候,我就必须要配合你。 你不想跟我合作的时候,就可以绕过我,制裁我。 没有这回事。 中美双方必须要互相尊重。 如果相互尊重了,那就一切好商量。 如果不是这样,那就抱歉啦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如果北京不坚持这一点的话,美国可以随时如法炮制。 这一次是全球最低税率。 那么,下一次,美国只要给欧盟一些甜头,一些好处。 又可以拉着欧盟国家,来执行美国的意志。 贯彻美国的意志,而不顾中国的想法。 正好,发生了这一次的机会。 北京就趁着这个机会,向其他国家宣告。 给大家立一个公平的规矩。 这就是世界新秩序。 一个公平的秩序和环境。 当然啦,如果北京觉得全球最低税率,不利于自己的话。 可以采取拖延的战术。 但是,那是消极的方法。 如果这样的话,中国就真的成为绊脚石了。 北京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方法。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三个原则。 最后,杨凤要说的是,北京必须要有信心。 人民也必须要有信心。 而且,不只是要有信心而已。 这还是一个机会。 什么机会呢? 第一,一个立规矩的机会。 第二,一个反制美国,全球事务,必须要有中国的参与。 第三,一个争取道德制高点的机会。 第四,一个争取全球话语权的机会。 放眼全球,也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,能够带领第三世界国家,来争取利益。 第一,跟G7国家抗衡。 这一次的全球最低税率,跟之前的碳排放,有一些类似。 碳排放,刚开始讨论的时候,看起来也是不利于中国的。 但是,北京经过一些努力之后,中国把劣势化为优势。 中国在碳排放上面,赶上了欧洲。 中国还宣布,要在2060年,达成碳中和的计划。 这是一个大胆的宣告,也是一个成就。 美国虽然也说,要在2050年,实现碳中和的目标。 但是,美国只要换了一个政党执政,这个目标可能就会改变。 共和党是不支持全球气候计划的。 所以,中国不需要担心。 中国有能力,把挑战转为机会。 另外,不要小看了。 也论在背后的计划。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。 这只是美国的一项初步计划。 如果这一次,美国的意志能够贯彻。 下一次,美国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。 比如说,把最低税率,从15%改为20%。 这一次,如果让美国的意志贯彻。 美国以后会提出更多的方案,管的事会更多。 好比说,有关中国出口退税的问题。 美国也要来管。 所以,我们才说,退让,中立,放弃,都不好。 必须要积极主动,趁这个机会,积极应战,主动出击。 然后,掌握好刚刚说的那四个机会。 有网友建议说,这个星期的一周大对策,一定要推出来。 所以,我们就提前一天,推出这一期的大对策节目。 由于这个议题太大了。 我们这一次的一周大对策,就只说一个主题。 下星期的一周大对策,我们再把之前的一些议题给补上。 另外,昨天的视频,乌克兰加入北约吗? 普京严重警告美国。 拜登三场峰会,群欧中国。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,我们做了一个预测。 请大家参考。 等到拜登结束欧洲的访问行程之后, 我们会再做一起的节目,来分析, 拜登访欧之后的中美对决态势。 今天就说到这里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视频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